嗨嗨 我是Josh 這次中華隊在經典賽的第一場比賽 對到的對手會是巴拿馬 巴拿馬對於很多台灣球迷來說 是一支很神秘的球隊 過去中華隊在乘棒乘擊很少對到他們 這次他們是從資格賽打進經典賽會內賽的 但是不要因為他們是從資格賽打起就小看他們喔 巴拿馬絕對不是那種陪打的球隊 他們的戰力很不錯 今天就來幫大家做點功課 來介紹幾個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球員 巴拿馬最好的投手 是去年在大聯盟出賽35場的還沒Barrilla 他是大股強貧的隊友 Barrilla是一個先發敵的投手 2018年他大聯盟的第一個球季 就單季拿下了10勝 去年他中央聯盟發展 是一個能夠吃長局數的後援投手 可能第七局上來就直接把勝場比賽吃完了 在經典賽預賽 單場用球數最多只有65球的限制下 Barrilla很有可能出來吃先發 巴拿馬算是我們這個分組中 戰力比較不被看好的一隊 因此他們一定會跟我們一樣 面對我們的比賽 他們是非贏不可 所以他們很有可能 會把他們最好的投手Barrilla給推出來 Barrilla的直球均速大約在148公里 在大聯盟只贏過26%的投手 可能也是因為這個關係 他不以直球當作主力球種 他的配球會使用大量的滑球 使用率高達47% 雖然說以壓制力來講 Barrilla的這顆滑球 在大聯盟只能夠算是普通 不過這是可以預期的啦 因為很多投手的滑球 是拿來當作武器球使用的 會在球速領先的時候 投在比較不好打的位置 因此 單看滑球的壓制力 當然就會比較好 可是Barrilla不一樣 他的直球壓制力不夠 導致他必須使用滑球來想好球速 因此整體來看 他的滑球壓制力 當然就會比較差一點 所以不要單看他的滑球 在大聯盟的壓制力好像普普通通 其實是不可以小看的 他的滑球還是有他的威力存在 特別是面對中滑隊的打者 畢竟打者強度比較低一點嘛 可能也不止一點 那他可能就可以使用更多的直球 來搶好球速 把滑球來當作引誘球 這樣子就可以徹底解放他的滑球威力 所以中滑隊面對Barrilla的關鍵 我認為在於能不能打得動他的直球 如果中滑隊能夠對他的直球做出有效攻擊 就能夠逼迫Barrilla把滑球拿來搶好球速 這樣子他的配球就會比較受限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Barrilla還有一顆很不錯的變速球 雖然使用量很少 但是這是一顆專門面對左打者的武器 最近兩年他的變速球被打擊率都只有一成出頭 如果我們的左打者對他的直球做不出有效攻擊 他再搭配上這顆變速球做交替運用 那打者真的會非常難以突破 下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投手 是球速非常快的側頭投手Justin Lawrence 他過去兩季都待在洛西隊大聯盟 他去年的防禦率5.70不是太好 可是他有很好的三陣能力 K球值高達10.1 Lawrence的配球很單純 就是一顆深卡球跟一顆滑球 他的深卡球均速有153公里 前年甚至來到了157公里 非常的可怕 可是他的深卡球在大聯盟壓制力並不好 我覺得這也很有可能跟大聯盟這幾年流行 非球革命的打法有關 深卡球就很容易被這種 由下往上打的揮棒軌跡給狙擊 我查了一下數據 最近10年大聯盟的深卡球使用率 下降了大約6個百分點 最近幾年大聯盟的深卡球投手 真的是比較難生存一點 不過看到中華職棒 最近兩年把彈地球換掉了嘛 現在又變成了一個很難打全力打的狀態 所以現在打者的揮棒軌跡 可能不會像彈地球時期那樣子 那麼的追求把球往天上打 所以我認為深卡球投手 來面對現在中華職棒的打者 應該還是會蠻有力的 特別是他的球速還這麼快 儘管最近幾年中華職棒的平均球速有上升 可是你要面對均速153公里的深卡球 這個難度還是非常非常的高 今天要介紹的最後一個投手 是去年待在光芒隊大聯盟 但是季後被送到釀酒人的哈利格拉 格拉最初是在紅襪體系 然後在Craig Kimball的教育案被送到教室 其實他原本是一個游擊手 2016年還在Baseball America的百大星球排名中 排在第52名 他也在2018年上到了大聯盟 不過在隔年的春訓 教室看上了他強大的傳球臂力 決定讓他氣打從頭轉往投手發展 根據報導 他在第一次牛棚練投 就飆出了100mi的球速 結果Gera才改變投手不到一年的時間 就順利的以投手的身份登上大聯盟 不過他在大聯盟 這幾年的表現一直有點載服載成 雖然他有非常快的球速 均速可以投到大概158公里 可是這樣子的球速 還是不足以讓大聯盟打者灰空 他在小聯盟有很好的三陣能力 但是在大聯盟一直轉換不出來 加上他的控球本來就有點問題 在沒有三陣能力的掩護之下 他在大聯盟的成績自然就不太好了 但是這種類型的投手 可能會是中華隊很怕的 先說我不是在故意舒服 他是一個可以屠殺3A成績的投手 去年在3A初賽超過40場 防壓率是1.74 K9值高達11.3 這個聯盟確認的平均防壓率是4.64喔 所以Gera的成績真的是完全碾壓 他這種投手就是一個驗貨機器 小聯盟的拿他沒轍 大聯盟的不會怕他 那台灣現在有多少大聯盟成績的打者 恐怕就只有張玉成一個 所以在比賽後段如果看到Gera上來 等於是看到一個威力加強版的富蘭格 連商業成績都打不動他了 中華隊要打動他恐怕是非常的困難 再來野手的部分 最有名的就是捕手Christian Bessoncote 先講防守層面 這次我們中華隊的隊型是以速度為主嗎 但是如果遇上了Bessoncote出來蹲 千萬不要亂跑喔 他的主殺超強 穿球時間POP-TIME只要1.89秒 在全大聯盟排名第二 只輸給全民性捕手Realmuto 主殺率接近五成 我們的跑者如果貿然發動到雷 很有可能是在送出局數而已 很有趣的一點就是 即便是雷上有跑者的情況下 Bessoncote還是會選擇 單膝跪在地上來做接捕 一般我們會想說 這種單膝跪地的方式 應該會影響到起身速度吧 可是他已經完全證明了 這個跪姿完全不會影響到他起身的速度 他有最頂尖的阻殺能力 另外他現在framing的能力也不差 從數據來看有在大聯盟的平均水準 所以巴拿馬如果是讓他出來蹲補的話 想必可以給投手很大的幫助 而在攻擊面來說 訓練他OPS Plus 剛好是聯盟平均值的100 單季打了11隻拳雷打 最高的擊球速速有113.4mm 超過91%的大聯盟打者 他非常的具有力量 同時你不要以為 他很有力量然後又是捕手 腳神就一定慢喔 訓練他的跑壘級速Sprint Speed 是每秒28.1英尺 比大聯盟平均的27還要更快 在大聯盟的捕手之中 他的28.1英尺 也是可以排在第三名的 所以面對他的時候真的要特別小心 即便他的打擊很有力量 內一手的防守站位 還是不能夠站得太深 不過Bettanko在打擊上 倒是有個特性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他不太選球 他的保重數非常少 所以投手如果球速獲給他 好像也不一定要塞進去給他打 繼續拼一些便便腳腳的配球 可能還是蠻有效果的 今天要介紹的最後一個球員 他雖然還在EA層級 但是在稻棋隊農場 排名高居第八的Jose Ramos 他現在才22歲 可是已經在EA層級 展現了很好的power 去年單季打了25隻拳雷打 不過同時 他也吃了非常大量的山陣 去年在EA跟高屆EA 總共出賽了123場比賽 他就吞了169次山陣 這才只是EA層級而已喔 根據球探報告 Ramos的力量評價很高 現在的問題是 他要怎麼把這個Raw Power 轉換成實戰的Game Power 他面對變化球的攻擊能力 還有待加強 這個可能也是中華隊面對他 必須要做出的配球策略 用更多的高品質變化球來對付他 不然要硬拼直球的話 中華隊的投手 在球速上是沒有明顯優勢的 特別是在壘上有跑者的情況下 Ramos的長打能力 是很有可能給中華隊造成重傷害的 好啦 看了這集的內容 大家都知道 巴拿馬肯定會是一個非常難纏的對手 這場比賽一定會相當的精彩 那重點來啊 要怎麼樣收看這場比賽呢 以前我每次開看球直播啊 都會有觀眾問說 欸 教學你是用什麼看比賽的 這次我就在這邊直接講了 WBC必看中華電信 大家可以使用Hummy Video 來收看這次經典賽的比賽 他們這一次是全網獨家喔 這次中華隊所在的A組 全部的10場賽事 在Hummy Video都可以免費收看 不過我更推薦大家可以付費訂閱 這樣子你就能夠收看這次經典賽 全部47場的賽事了 這次經典賽包含了多明尼加 美國 日本都是超夢幻陣容 絕對不可以錯過 你一定是必看不可的 而Hummy Video運動館的訂閱費用 60天只要199元 我覺得很便宜啊 它可以手機 平板 電腦 電視 對幕分享 如果想要重看一些關鍵時刻 還可以拉VOD出來重看 而且WBC經典賽 還有4D多視角 可以讓你看到更多的賽事畫面 讓你精彩不肉看 另外你訂閱的這60天 也不只可以看經典賽喔 就連HBL的4強還有決賽 也都可以在上面看到 中華電信也是全網獨家 Hummy Video有超多運動賽事的獨家轉播權 你可以找找看有沒有你特別喜歡的運動賽事 這樣就一舉兩得了 長期訂閱的話CP值很高 推薦大家可以訂閱 另外再補充一下 在經典賽結束之後 就準備換中華職棒開季了 大家也可以使用Hummy Video的CPPLTP管 來收看中華職棒的比賽 在3月31號之前 有全季的找鳥方案喔 那今天這支影片 算是一個賽前準備影片 讓大家快速認識我們第一站的對手巴拿馬 也知道說要用什麼管道 來合法的收看比賽 還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Hummy Video的優惠方案 並約運動館或是電視館 60天只要199元 就可以爽看各種的國內外運動賽事 另外新生版NOD 還會加碼正Hummy Point的點數 可以自由選頻道加上無限追劇 NOD獨有的熱點觀看功能 可以讓你快速跳到 本壘攻防 打者開轟 或是關鍵山陣等等的重要畫面 讓你每個關鍵畫面都不漏看 大螢幕真的順暢又過癮 也可以只架構運動館 跟Hummy Video 雙平台OTT多螢幕 無縫接軌收視 大家趕快去申辦吧 那就歡迎大家 把這次賽前準備的影片 分享給對經典賽有興趣的朋友們 我們下次見 掰掰